健康核安全是很多民众挑戰實在的主要關節 各自社區大學好自然的農業者 回集到自然財政的收割 並在市区推電消息 再讓農民和社會者面對面接觸來交流 紅紅的感覺 新鮮素材是看得對 還有健康食品像雞有蒸 還有加糖在米麵有不健康 這些大學都是各自社區大學自然農發收割班 中所情的好自然安全收割 收度拿到雞頭到民眾交流 也真正是學員的這位太太 買了幾個字一直說 這吃得比較健康也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比較甜 比較好吃 然後也真的放得比較久 今天用無毒 安全收割推電會 就有一個力量就想把我們當政的小龍 它所生產的等於說安全的收割 跟外面的收割做一個七格 所以我就幫他們籌劃辦這個推展會 那推展會主要的目的是說也是一種跟消費者溝通 說我們種的完全是依照我們社大老師所教的理論跟方法 雖然我們種的東西也許沒有市場那麼漂亮 那麼壯觀 但是絕對是安全性的 這個是就是我們要推展這個活動的意義 經過消費者安心白帶 拿出來跟民眾交流 要讓好的健康的收割 讓使用者安心 當然也提供到消融的生意 讓消融交流 也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消融生產 無毒的蔬果 可以說是我們目前食安問題的 進行之下 統好的選擇 也歡迎大家 可以到我們社區大學 來學習 這個自然蔬果的上色 還是說可以自己來製作 有愛心的甘蔬農 用自然農法 索正的甘蔬 色是非常漂亮 高興比較沒有 那樣依倫的現象 但是非常新鮮 有完美 提供了三身的甘蔬 一顆吃不到五塊 以外所有的都 全部要來關注嘉義 嘉富中心來做愛心 吃得自然 吃得健康 剛才是社區大學 好自然農業者 今天就是踏出建國八台第一步 希望未來會可以進出 更加新鮮健康的蘇果 和民眾交流享用 我們有一個禮拜一會使用 事實一圈一次 謝忻新聞蔬民董 各位祈賞很多 這樣就可以大部分減少